第八百三十九章,虎头白燕,封堵在洞口上的鬼气,是李家各位大佬的法力精华所凝聚的。鬼气即散,说明他们肯定都被打散了魂魄,也就代表着鬼镖举娃了。小滚刀正正站在洞口前,一时整个人傻住。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就像噩梦般,既出乎意料,又令人措手不及。 老爷子的死,反祖洞的毁灭,只留下他和十几个师兄弟,已不能再撑起鬼镖局了。况且,被各位祖宗视为根基之地的老宅也被烧成一把灰。可以说到此,老李家真的是完了。从洞外涌进的寒意,那是死妖人和老粽子身上散发而出的。此刻这两个死玩意已经冲了进来。在牛油聚烛光照下,他们俩全身都是灰土,好像刚从土窝里爬出来的狼狈不堪。 我跟萧颖对望一眼,此时此刻,我们不需要说话。彼此心意相通,立刻拉住小滚刀往后撤退,并且招呼那些弟子们,逃向石台。我觉得,越是危险的地方,才越安全。哥们希望青铜顶内也有一条蛇精,能够抱住大家伙的性命。 死妖人和老粽子刚进洞口,青铜顶就似有所感应一般,呼得从顶内突然燃起一团白色火焰。对,我没看错,是白色的。 白色火焰虽然并不稀奇,因燃烧中各种物质与空气中的不同气体以及温度的不同,便会产生各种颜色的火焰。 但这种白火,却显得十分诡异。它的火苗非常奇怪,形同某种生物形象般,在燃烧中不住蠕动扭曲,令人叹为观止。 死妖人和老粽子似乎对顶内的白火感到惧怕,进洞后站在门口便停住了脚步,全都盯着石台,不敢再往前走上半步,我们趁此机会,仓皇逃上石台。 不过为了安全着想,我让大家伙,尽量站在石台边缘,与青铜顶保持足够的距离。 小滚刀上了台子,才从金呆中缓过神,见我们都上来了。 脸色大变道,我们不能上来。 老祖宗们曾经说,不论是人是鬼还是神,上此台者必亡。 可是我们没有,其他退路了。 小银咬着嘴唇,四处瞧望。 死小妞这是说,你上次在夜魔窟内,不是从水池下逃生的吗? 你再看看这里的水池,是否也暗藏密道? 我正有此意,见死妖人和老粽子,站在洞口一时不敢过来,便让萧颖先照顾这些人,我又迅速冲下石台。 刚要跳入水道内,忽然墙壁上的所有牛油巨竹熄灭了,洞内,光线顿时按下去。 只有青铜顶内,这团奇异的白火,在摇摆闪烁,与洞中的漆黑形成一黑一白,强烈的反差,令人觉得,气氛诡秘到了极点。 我心头碰然一跳,心说,难道李家老祖宗们所说的,上台必亡的警示,这就要应验了吗? 你看顶内的火焰! 死小妞瞪大眼珠说,我慌忙宁目,往向青铜顶,只见白色燕头形成的生物形象,愈来愈清晰,看上去像只虎头。 两只眼睛的位置中空,正好被黑暗衬托形成两只漆黑的眼洞,配上猙獰凶猛的面相,显得特别瘆人。 白火虎头是什么意思? 我心里有种强烈的不祥预感。 那就是白火啊,白痴。 死小妞骂道。 他话音刚落,石台居然开始慢慢往下沉陷,我和死小妞都大吃了一惊。 不过,不是出现了地线的自然灾害,而台子像是被打开了机关的升降架,平稳地往地下沉降。 台上的众人吓得仓皇往下逃跑,但刚走下一步,台阶上猛地燃起一道火墙,高达两丈有余,将整个石台环绕包裹在其中。 众人又吓得各自发出尖叫和惊呼。 马上退回到台上了。 我心头一颤,李家大佬们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 上了石台这些人便会变成了祭品,要活活烧死在上面,祭祀给这里某位神灵王。 他大爷道,我怎么不听,把大家送上了绝路? 一时全身出了层冷汗,有些不知所措。 死小妞说,一切诡异来自于青铜顶,要我拿出封印符和大金光符试试。 如果这两种符不管用,那也不用再费力气,等着被烧死吧。 我急忙从包里掏出这种符钻在手里,才要往回跑。 死小妞已经发出灵力,将我直接带入空中,飞速越过白色火墙,到了青铜顶上空。 正在此时,死妖人和老粽子也跑了过来。 他们开始聚于突然燃烧起白燕。 现在看到石台要沉落到地下,终于沉不住气了,看来他们就是冲着青铜顶来的。 我被死小妞带到三丈高空中,看到除了萧影和小滚刀在商量对策之外,其他人全都抱头,缩在地上发抖。 青铜顶口被虎头白燕封住,里面是什么情形根本看不清楚,并且这种火焰没半点热气,散发出浓烈的寒意。 在三丈高空中,依然感觉刺骨冰冷,险些要冻僵了。 忍着这种寒冷,咬牙念完两种咒语,将浮火冲青铜顶丢下。 死妖人和老粽子与此同时也到了石台边,死妖人毕竟有智商,在三尺之外又停下了。 而老粽子是个四肢发达没半点脑子的僵尸,毫不停留地冲上去,顿时被白燕卷入其中,全身燃烧起来。 死完一只张嘴发出一声闷叫,整个身子便被烧成一股白烟,竟然连骨灰都没留下。 我不由看呆了,白火也太厉害了吧。 老粽子尽管不能跟不化骨相比,可那也相差不远,能达到飞尸的级别了。 但在白燕面前,竟然如此的脆弱,瞬间就烧成了烟。 我正在为此发呆时,忘了丢下去的两张符是啥情况。 这时,死小妞忽然惊呼一声,携身往下投射而去。 我急忙收回神思,发现顶内的虎头白燕窜起四五丈高,几乎烧到了洞顶。 幸亏死小妞反应及时,不然我们俩也变成一股白烟了。 还好死小妞虽慌不乱,让哥们落到萧影和小滚刀两人之间。 只不过不巧的是,我因为快速落地,不由自主张开双臂见东西就爆,于是就爆住了萧影。 首先萧影将我推开,跟着一个耳光,够了。 你又是这种无赖的手段。 我捂着脸,差点没哭出来,这不是故意的,哥们敢对天发誓。 谁他妈无赖,便被雷劈,才要辩白两句。 只见头顶人影一闪,死妖人居然学我从空中降落,并且就落在我们身边。 第八百四十章,控魂邪术。 现在的形势已经够乱的了,死妖人又追了过来,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老天爷不打算得活路了。 看到这砸碎空降到身边,我们仨马上开始念咒。 这次居然又灵了,死妖人捂着心口,往后不住退步。 小滚刀拔出一把尖刀,飞一身上前就捅。 可是刀尖刚触及妖人的胸前衣服,尖刀突然脱手飞出,哒的一声吸在了青铜顶壁上。 我们一愣,但马上明白过来。 这是祭祀圣地,是不允许随便动用兵刃的,看来想杀这死妖人也难。 尖刀脱手后,小滚刀不敢再有造刺的行为。 万一触怒这里的神灵,给我们来把火,那可不是完的。 小滚刀退回来,跟我们站在一起。 三人不住口地念咒,死妖人痛得直不起腰。 最后逃到青铜顶背后,不敢跟我们打照面。 由于全副心思,用在了死妖人身上。 石台沉落到地面下,我们毫不知情。 死小妞惊叫一声后,我才发现,石台已经触地停住。 上面的洞口,不知什么时候翘无声息地合住,把我们困在了地下一个未知的空间内。 台阶上的火墙依旧在熊熊燃烧着,使得眼前的光线非常充足。 目前,石台距离上面洞顶大概有七八米的高度。 而洞顶合住之后,连个缝隙都没留下,就算小滚刀带着飞爪。 那也没机会逃出去,我于是放弃洞顶,透过火墙之中的缝隙向四周瞧看。 这里的空间不如上面宽阔,只有不到二分之一的大小。 但东西南北,各有一个黑乎乎的洞口。 我跟死小妞说,如果能翻出火墙,这四个洞口之中,必有一条活路。 死小妞也是这么认为,可是要带十几个人出去,她的元气,恐怕支撑不住。 我跟死小妞说话时,停住了咒语,让死妖人减轻一份刺痛的压力,从青铜顶背面慢慢转过来。 我于是招呼那些弟子们,想要活命赶紧念咒。 这些人身为鬼镖局弟子,时常受到捕鬼测魂的培训,原本对于鬼邪不是很恐惧,只是死妖人和老粽子把他们吓破了胆,跟着又为凶猛的白燕彻底催垮了意志。 平静一会儿后,他们逐渐缓过神,大部分男弟子都镇定下来了,只有少数几个女弟子还在发抖。 这些男弟子听到我的招呼声,立刻念起刺心咒。 众人石柴火焰高,十余人同时念咒,威力不可同日而语。 死妖人痛得整张脸都变了形,捂着心口蜷缩在地上。 他伸着一只左手喘息道,别,别念,我有,话,有话跟我们说,还不是想要求饶。 他大爷的,鬼才相信你,放你一马,那便是纵虎归山。 我冲到跟前,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以我的力量觉得,不用力气,应该掐得死他可是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 这砸碎吐着舌头,就是不断气。 死小妞也发出灵力帮忙,掐了半天,始终没能将他掐死。 这死玩意,远比想象中强悍得多,比当时武夷山中鬼王分身厉害几倍。 刚才小滚刀那刀,虽然没刺中他,但看目前这种情况,就算刺上,也未必能够刺死他。 没掐死他,反而搞了哥妹一身汗,气得我咬牙切齿。 看了看他的眼珠,心说,那就别怪大爷心狠手辣了。 我不幸挖了你的眼珠,从这儿插入你的脑髓,你还不死。 当我伸手去挖的他的眼睛,死要人脑袋往胸口一缩,整个人跟之刺猬似的全缩成一团,让我找不到下手地方了。 他妈的你耍无赖,有种你把脑袋伸出来,让我把眼珠挖走。 我气得在他身上,一通狂踢。 你先别发疯,他的顶门上,似乎插着东西。 你看他那是什么? 死小妞目光奇异地跟我说。 我当即收回脚,气喘吁吁地弯腰,去他头顶上看了看。 果然插着一件东西,看着像根竹签。 我伸手拔下来,死妖人灯使脑袋一歪,就此不动了。 原来这杂碎苏醒,是靠了这根竹签,类似于巫术中空魂的邪术。 小滚刀和萧影见死妖人趴在地上,跟软泥一样不再动弹,都停了咒语奔过来。 我举起这根竹签戏桥,其实不是竹签。 而是用桃木削成的,上面雕刻了一行小字。 可惜目前太细,字迹又相当小。 除非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刻的是什么。 死小妞说,这肯定是空魂邪术,用此物可让它从沉睡中苏醒,并能激发潜能,恢复之前的威猛状态。 只不过,这种邪术对身体伤害太大,一旦收术后,重则变成白痴,轻则昏迷,数日不醒。 可是,懂得这种空魂术的人不多,还能找到镜子山密窟,这人会是谁? 他说到最后,一脸的疑惑。 我当下把死小妞的话,转述给他们俩听,让他们知道,死妖人苏醒的原因。 萧颖皱眉道,知道镜子山妖人秘密的,除我们几人之外,还有乌龙、鬼王和夜宵魂。 可是表哥失去双手,鬼王被封在龙头山下,夜宵魂也早死了。 难道是小吕? 夜宵魂或许对他说起过这个妖人的来历,他在云南杀死夜宵魂,抢走夜魔珠,可能就是为了反主动的秘密, 自知以一己之力,不易攻破鬼标局,便用巫术控制妖人帮忙。 死小妞点头说,萧颖分析得很有道理,详细黑巫术明文天下,像空魂术这类邪术,夜宵魂肯定精通。 小吕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找上死妖人帮忙合情合理。 我哼了一声说,合理个毛线。 那洛阳老粽子的是怎么说? 小吕又不知道,这只老粽子被灵虚镇压在万仙观。 况且,他没必要对萧老爷子下毒手,也没必要收购几个公司。 就算他有心想发财,可是从小在山里长大,从不与外界接触的女孩,怎么懂得商场上的玩意,去玩收购公司这种上档次的游戏。 还有,他的四夫人又不认识,为什么要把他杀死在老宅,分尸水主? 死小妞顿时哑口无言,这是之前我们早就想过的问题了。 虽然没想到过小吕,但脉络基本上不变,无论把谁当作主角,想通前面,后面又对不上了。 而后面的如果符合逻辑,前面一定乱套。 死小妞说,那我们把死妖人弄醒,问问他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我祈祷,桃木千拔出来,控魂术就等于收术了。 你懂得怎么重新做? 猪头! 尸鬼秘本上有这种东西的。 第841章 白虎神 控魂术尽管很流行,并不是什么高深法术,但民间时常遇到的,那些都是控制鬼魂的小把戏。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不叫控魂,叫迷魂。 真正的控魂,不但控鬼还可控妖,控邪以及控人。 控制死妖人这种,是控妖和控人的两种手段,合在一起的。 桃木,牵上记了两种咒语,但拔下后,咒语失效。 需要重新记咒。 还好上桃木,牵是现成的,上面,也雕刻了咒语。 不然让我们重新做一个,那就很难了。 首先要把桃木削成,六寸长根织毛衣,那种直径的签子,在雪中,浸泡三十六天,祭伏七道,才能练成一根控魂签。 现成的控魂签,直接念咒便可。 我按照死小妞娇的,念两遍咒语后,又用红绳系在控魂签尾端, 将签子在死妖人头顶原来的伤口中,插入加一条红绳,那是初学者使用的。 万一出现意外,牵住红绳,能够随时将被控者制服。 而修为高身者,记咒后不用红绳,随便被控者到哪里, 哪怕远隔千万里,其魂魄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听后一切掉钱。 控魂签插入死妖人头顶后,这死丸翼很快苏醒过来。 不过在红绳控制下,他根本动弹不得。 死妖人看着我们冷笑道, 尔等原来也懂控魂术,可尔等休想以此控制我的魂魄。 他这话不假,控魂术名为控魂, 但碰到意志力强悍的死丸翼,根本控制不了他的魂魄, 只能控制他的身体行动。 其实之前的,这根签上的咒语,跟现在情况一样,都控不了他的魂, 我猜目的只为让他苏醒。 小滚刀忍不住发火,一脚踢在他的脑门上,怒骂倒, 少他妈的在小爷跟前装横,信不信我一脚踢死你? 这小子可能被家便刺激傻了,我恰都恰不死, 你这脚就能踢死他? 再说,你踢了人家一脚后,魏毛捂着自己脚尖啊? 我忙问他,怎么了?他妈的这孙子,骨头太硬,把我脚踢痛了。 你们少废话,快问清真相是什么? 现在看着虎头白燕有些异常,要抓紧时间。 死小妞急道。 我回头看了一眼青铜顶,虎头白燕虽不如在上面是凶猛, 但却向四处张开,犹如一朵盛开的白花, 虎头形状也由树立变成了平躺,并且虎口正冲我们, 看架势火焰,慢慢往外伸延过来,要将我们全部吞噬掉。 是谁让你苏醒的?又为什么来这里杀人? 我回头问死妖人。 这杂碎冷笑不语,可是哥们,拿他又没办法。 小滚刀又怒了,冲上去一顿耳光,打得霹雳啪啦直响, 可是人家脸皮厚啊,连个手印都没留下。 反倒是这小子痛得不住甩手,还要咬着牙忍痛,模样特别狼狈。 萧颖看着妖人说,我们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青铜顶内的一件宝物, 可是现在,没有任何机会了,反而大家都困入绝境。 你说出真相,我们或许可以一道想办法出去,否则大家只能等着同归于尽。 我也跟着旁敲侧击说, 你的山妹,今还等着你回家,为了一件破玩意,值得把命都送了,也辜负了心爱人的一片心意。 死要人听了我的话,叹了口气,看样子被我们说动了。 他抬头,盯着虎头白燕说,这是当年,乌教被禁后,隐匿在此地的一处神坛。 你们可知这白虎的含义。 小滚刀没好气说,左青龙右白虎,这谁不知道。 少说废话,说正经的。 死妖人摇摇头道,远古乌教,信奉蛇,虎,欲为神灵化身。 而乌教,又崇上言,因言为白色,白蛇,白虎,白鱼由此而来。 而后来据传蛇于叛逆,乌祖,让他们,变为人面蛇或猫面蛇, 困于山中鱼翼类同,从此后乌教信奉的神灵化身,那便只有白虎了。 这等白色火焰,便是乌教最原始的白虎神,青铜顶内,藏有金氏神宝。 这话说得我们不住点头,早前我曾看过,有关巴蜀古文化。 像曾经的巴国,图腾便多有蛇与白虎,他们又因为,炎而新家,所以崇尚白色。 并且,考古学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巴在当时原始部落中念白,也就是白虎的意思。 并且这个巴字,另一种说法,在状态语系中与鱼读音相同,所以,当时原始的巫族中,鱼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 他这么一说,联系起我们在天王山遇到的猫脸蛇,淹起陵墓内的人脸蛇,和水下古城中的人鱼诅咒,那都是来源于古屋对蛇鱼的惩罚。 但这些都是传说,到底几千年前的真相是什么,谁都不清楚,并且,这个世上是否有巫族,那就更不确定了。 这金氏神宝是什么? 萧颖问,死妖人说,不知道。 他这种态度,让大爷,我都生气了。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 我死之前,就喜欢收藏珍宝,此刻复活,我依旧热衷辞到。 死妖人这话倒是可信,他的藏宝窟内,以前不知藏了多少奇珍异宝,我们只不过捡了漏,还卖了的好价钱。 如果鬼王不偷的话,我们搬出来卖掉,几百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了。 你就算为了收藏宝贝,却为什么要害死我老爷子,还打散我老祖宗们的魂魄? 小滚刀咬牙切齿,又是一顿耳光,这小子不长记性,都在这上面吃过亏了,居然还重蹈覆辙,打完后又甩着手呲牙咧嘴,两只手肿的跟猪蹄似的。 死妖人反正不痛,被打耳光半点都不在意,慢条斯理地说,你老爷子非我所杀,而这些老鬼,多半是僵尸杀死的,与我无关。 我老爷子不是你杀的,那是谁?是你的山魅精?小滚刀满脸错愕。 飞眼,他刚说到这儿,我们突然觉得周围气温骤降,冰冷彻骨,忙转头,看向青铜顶,火焰都已延伸出三米多远,距离我们不足半丈,再也不想办法扑灭它,很快都会化成白烟了。 我们不由慌了神,这会儿哪顾上在问凶手是谁,跟死妖人说你,既然清楚这里是白虎神坛,想必知道灭火办法。 死妖人点点头,他说,要得到青铜顶内的宝物,必须有两个步骤完成。 第一让山下祭坛重献,将男女主赎献祭,并要连日祭杀六处,神坛才能生出虎头白燕。 第二步,需要祭顶,火焰便会熄灭,不但可以拿到宝物,还能从容离开此地。 我问怎么祭顶? 他看了看那些弟子们说,从这里挑选一男一女,丢进火焰中焚毁。 白燕便会立刻熄灭。 第八百四十二章,没有出路。 死妖人的话,我相信可行,这是一种残忍的活迹方式,只有把活人送进顶内烧死,才能让白虎神灭火。 可是我们却不能这么残忍,送两个活生生人去送死,宁肯大家一起进地府,也不能做出这等丧尽天良的禽兽之举。 小滚刀和消影灯是一脸死灰,不过我却想到一个办法,跟死妖人说,我们都是懂法术的人,不必用真人来献祭,可以用纸人带行。 死妖人冷笑道,你所谓纸人之术,那是骗鬼的一种障眼法。 而在祭祀中,任何之物都不可替代。 再者,你用这等骗术祭祀神灵,那是大不敬,我们都会被烧死的。 他大爷的,这也不行,那就等着死吧。 我们正愁眉苦连苦思祭祀时,那些弟子们也都听到了这些话,为此正在小声议论。 于是,在生死面前,人的卑劣性也就体现出来了。 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几个女弟子,默不出声,大部分男弟子,支持选出两个人来记顶。 至于怎么选办法有很多,抓纠,猜拳,或是翻硬币。 我冷眼瞧着他们,心说,为了自己活下去,不惜其他人生死,这还是人吗? 其中一个叫补大成男弟子,和一个叫陆瑞华的女弟子,呼声最为激烈。 他们正在忙着拿出纸笔要大家抓纠,选两个人去送死。 萧颖明白,我的心思,看着他们轻声说,这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们,生死是个人的权利。 我们无法代替他们做出决定。 再说,牺牲两个人,总比大家一起死得好。 我一愣,转头瞪着他说,没想到你现在变了,为了自己活命,都不顾其他人死活。 如果真的选出两个人去送死,你活下来后,以后不会做噩梦吗? 不会,因为我以后没这种机会了,我决定做两个候选人之一。 萧颖一脸决绝神色。 在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懦弱了,虽然刚才为了人性问题,显得挺伟大,但却没想到自己站出来做牺牲。 其实,萧颖说得很对,自己的生死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决定。 我们不能去要求别人怎么做,不过可以牺牲自我,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我点点头,厚着脸皮说,其实我也早打定主意,做祭鼎两人之一。 你既然跟我想到了一块,那咱们就慷慨服役吧。 萧颖脸色一寒,我不想跟你死在一块,请你自重,不要死后也缠着我不放。 听了这话,我不由笑了,听得出她心里还是特别在乎我的。 女人都有私心,能让别人伟大一次,也不会首选自己的朋友。 我才要开口辩驳时,白燕又往前推进许多。 这一瞬间,寒意陡增,几乎把我们冻僵了。 我嘴巴一哆嗦,竟然没说出话来。 死小妞吃惊地说道,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就是想记顶,大家都被冻得无法正常行动,那也做不到了。 她话音刚落,死妖人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 我们忽略了这杂碎的能力,不管冰冻还是高温。 她的人耐力,都要远远强过常人,只见她冲着我扑过来,意思要我记顶。 死小妞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带着我闪到一旁。 但时间紧急,如果不抓紧找人记顶,死妖人也会被烧死的。 这杂碎从我身边窜过之后,顺势前扑到了众弟子跟前,抓起站立的两个人,正是补大成和陆瑞华。 我惊恐之下,想扯红绳制止,可是手被动得不听使欢,反而随着她的前扑,红绳从我手中滑出去了。 死妖人将两人迅速丢进顶中,他们连惨叫声都没来即发出,便被烧成一股白烟消失。 我不由心头一颤,对死妖人涌起一股莫大的恨意。 生人记顶后,虎头白烟即刻熄灭,就连台阶上的一圈火墙也消失了。 一时间,石台上陷入一片黑暗和死寂当中。 火灭后,周围的巨大寒意迅速退去,我们身子立刻恢复活力。 小滚刀从包里掏出手电打开,发现青铜顶静默地矗立在那儿,在手电光芒中充满了一股沉重的沧桑, 仿佛几千年从未有过动静,虎头白烟也从来没有燃烧过。 可是我们知道,他刚刚吞噬了两条人命。 手电找边洞内的各个角落,也没看到死妖人踪影,不用说是拿到了顶内的宝物, 趁黑暗中早从四个洞口其中一个溜走了。 其实刚才他有机会将我们杀死,但我们也有机会再用咒语让他失去行动力。 两个机会是均等的,就看双方运气了他没这么做,应该为了急着带走宝物,不想多生之劫,这才放过我们。 过了两久,众弟子才从惊恐中缓过神,拿着手上的纸团纷纷大骂补大成和陆瑞华。 这俩狗男女特别无耻,在抓揪的纸团上作弊,只有大家名字,却没他们两个的。 看到这种情况,哥们对这俩狗男女的死,也没任何惋惜了。 又一次死里逃生,让我们大大松口气。 坐下来稳稳神后,商量走哪个洞口,看着驾驶,四条路之中只有一条是生路,其他三条可能都有危险。 死小妞忽然又推翻之前的想法,说这四条路都很危险,根本就是顾不一阵。 她的理由很充足,如果说拿两个人计顶,就能带走白虎神的宝物,岂不是太容易了? 就算白虎神答应,那些当年建造神坛的巫师们也不会同意。 这件宝贝对于古物应该非常的重要,绝不能容人随便拿走,她才鬼标局反主动坐镇此地。 那些李家大佬们不许投胎的规矩,可能就是为了尽心守护这个神坛。 广元镇祭坛能够祭出虎头白燕,宝贝会随着火焰出现在顶中,再用活人祭顶便能熄火,使人轻而易举将宝贝取走。 可是有命拿,却无福消受,最终困在洞内无法出去,还是要把宝贝交还回来的。 我们觉得,死小妞说得很有道理,顿时心情一落千丈,不敢轻易去闯这四个洞口,小滚刀苦笑道。 我们家老祖宗都没了,老爷子也升天了,这是天要王我李家,我们也都不可能活着走出去。 只不过拉你们垫背,让兄弟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你胡说什么? 要是相信这些破诅咒,我们早该死七八回了。 我没好气骂他两句,忽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忙跟他们说,我猜就算四条路都有危险,但其中肯定有一条通往洞外。 第八百四十三章,隐藏得差到口。 萧颖听了这话,忘了,跟我还在打冷战,连忙欣喜地问我,想到了什么。 要是死小妞或是小滚刀他们这么问,我肯定不卖关子,是她的话,哥们就没那么爽快了。 我干咳两声说,还正在想其中蹊跷之处,想通了再说。 这丫头多聪明啊,立马看出,我再故意掉她胃口,脸色一沉,起身就走。 我们开始没在意,突然发现她,竟然走向一个洞口,吓得我和小滚刀,连忙追过去,把她拦住。 我承认,她猜到我,必会追来,还会乖乖把答案奉上。 可是哥们,就跟飞蛾扑火似的,不顾一切扑上去了。 我搭拉着脑袋说,考虑山下古城遗址形状,东高西低,并且,西侧也就是我们进来时的镇口外,是片树林。 本来自古认为,西方是鬼门关,大多把坟地选在西方,还有很多地方,有处东门进西门的曲情昏俗。 西方不应该是出路的,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乌教崇拜水源,而按照八卦方位,西方属经,此处有片树林,大有以金斩木立于逃生之巷。 再仔细回想,废墟形状的布局,又暗合先天八卦。 而先天八卦中的西式坎位,后天八卦中的西方式对位。 坎位属水,先暗合立水则木之局,然后再以金披荆斩棘。 这是一条隐藏的逃生路线,古人故意跟我打的哑泥。 死小妞眨眼半天后说,虽然说得有点道理,但却狗屁不通。 不过,除了我这狗屁不通的歪解之外,她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我们可以一试。 我知道死丫头心高气傲,她没想出这个道理,让我抢了先。 肯定心里不爽,怎么也要打击一下哥们的。 我们于是投钱带路,让李景轩带着众弟子在后面远远跟着。 如果遭遇危险,他们可以提前跑回去。 这是一条人工修建的隧道,异常曲折,不多远就是转弯。 这些转弯挡住视线,永远看不到前方会出现什么状况。 起初一路平静,发生任何情况,我们便松了口气。 可是,当走出一段路后,突然发觉地面上隔三差五镶嵌了看,人的头骨。 这些头骨全是面朝上,让我们每走一步,都感觉在头骨逼人的注视之下。 心里不惊毛毛的。 从此开始,两侧石壁上出现了雕刻,大量的古怪符号中,时不时会看到一幅大型图画。 记载了当时祭祀的场景,虽然不是画出来的,但雕刻工艺很精湛,人物栩栩如生。 活脱将当时发生的历史再现出来。 祭祀场景中,很多地方都刻画了诸般活迹内容,像主师,火烧和砍头,那都是小儿科了。 有不少是将活人堕碎,挖心,开炉,以及装入坛子里竹死。 这一路看得我们惊心动魄,手足冰凉,想象当时的场景其残忍程度,真是令人发指。 再往后走,地面上镶嵌的头骨越来越密,我们都能猜到,这些都是当年祭祀神灵的祭品。 之后的,一幅雕刻壁画上,我们忽然看到了青铜顶中,升起一只光芒四射的珠子,我们心头一领,这恐怕就是死妖人所说的金石神宝吧。 青铜顶周围有四个洞口,那也是真实场景,东方洞口后面是闪电雷击的图案,我们心知,那个地方进去后,可能会遭到雷劈,幸亏没去。 南方是火,北方是水,西方则是一片黑暗。 我们不由停下脚步,为什么此处什么都没有,会是一片黑暗呢? 其实,这是我们猜测的,因为没有油彩,西方洞口后,雕刻了无数邪闻,我们觉得,可能代表黑暗。 死小妞警惕地说,这条路更危险,从地上头骨上不难想象,通往前面的,可能是祭祀坑。 我把她的想法,告诉萧影和小滚刀两个,三个人一琢磨,觉得不错。 这些人被杀死祭神后,尸体丢进祭祀坑内,而头颅却嵌入地面上作为标记。 也是警告世人的我们,现在没遇到任何情况,马上退回去,还来得及。 于是我们掉头,让大家火源路返回。 可是走着走着,发觉不对了。 按说往回走,头骨会越来越少,可是反而增多,到最后,整个地面都铺满了头骨,整整齐齐,就跟铺了层头骨地板一样。 我立刻叫前面的人停下。 这不对,我们必须再重新捋捋。 这次把众人叫在一块,都说来时,地面上没有头骨,只有往前才逐渐出现。 怎么回来,反而变多了。 我们在看两侧石壁上,起初是没有雕刻的,现在居然涌现大量符号和壁画浮雕,并且壁画的内容看上去很陌生,我们从来没看到过的。 这种情形又变成了迷宫,让我们实在想不通,到底现在看到的是,真实的,还是一种假象? 或者自从进入这条隧道以来,看到的统统都是不存在的幻想。 小滚刀气地对石壁不住拳打脚踢,李景轩和两个师兄弟将他拉开了。 萧颖跟我说,会不会是类似邪灵顿的阵法,让我们神智受到迷惑。 不管走向什么方向,一直错觉是在往前执行。 我还没开口,死小妞摇头说,这里并没有布置阵法,而是曲折的隧道,让我们产生了错觉。 这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迷宫游戏。 我觉得,他这种说法不成立,如果是迷宫的话,出现多个岔路,才会让我们迷路。 而这条道,尽管弯曲波折,但始终只有一条路往前,我们在没有走路插道的情况下回头,怎么可能迷路呢? 死小妞嘿嘿笑道,这就是古人的一种高超手段了。 隧道里肯定有岔口,只是我们在聚精会神看那些触目惊心的祭祀壁画时,不留神走了进去。 因为隧道内弯道较多,在我们走路插道时,另一个路口被掩藏在转弯另一侧。 我们又是盯着墙上壁画走过去的,所以没有回头发现这种情况,始终给我们一种一直沿着一条路往前走的假象。 于是,在我们返回时,已经找不到来世路了。 他这么说,让我毛色顿开,把这种解释告诉大家伙,然后折头再往回走。 这次走到弯道转角后,我们停住脚步,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形。 果然,在转角的背后,还隐藏了一条极不容易发现的路口。 这种手法做得非常精妙,每道转弯处就会形成一个近乎90度的圆弧,而另一个岔道就在圆弧顶角处,隐藏在黑暗中。 就算我们不因为壁画分神,随着惯性思维,肯定要沿着转角转过去,根本不会往虎角内留意。 况且每个转弯处,在虎角对面石壁上,都会出现引人留意的壁画。 而我们只有小滚刀手上一把手电,所以照射在壁画上经过,那就完全忽略了另一侧还有道路。 我问死小妞,是不是早发现这种情况了? 她说刚开始也没留意,刚刚转头在一个转弯虎角内,发现了藏有另外路口。 她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可是想找回真正的原路,那是做不到了。 踩着被铺成头骨地板的路面,我们最后走到一个漆黑诡异的深坑前。 到此我们才意识到,不管走哪条路,都不可能再回到祭坛。 最后的终点便是祭祀坑。 第844章 第三种鬼魂 古人的手段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就算我们拥有现代的高科技,也无法破解他们当年布下的迷局。 最终还是要我们一步步走向充满死亡气息的陪葬坑。 我们身上的高科技,那就是手机、GPS定位了。 可是在这里移动信号完全被屏蔽,还定个毛线。 就算能够成功定位,但在这种迷宫般道路内,也是不能按照卫星方向行走。 终点还是这个祭祀坑,除非我们带着威力汗猛的炸药,直接把山洞炸开。 祭祀坑大约有五六百平米,南北纵长,一只手垫不足以能看到坑内的全景。 但坑下累累白骨,令人触目惊心。 不过并不全是人的海骨,还有大量的牲畜遗骸。 人与牲畜是分开摆放的,没有出现那种相互叠加杂乱的场面。 人骨全都没有脑袋,整齐地摆放堆砌,也不知下面有多深,堆砌了多少层。 但就这种残酷的画面,足够让人感到震撼和吃惊了。 为了祭祀一个所谓的白虎神,竟然害死如此多无辜的生命。 这绝对是那个愚昧年代的一种悲哀。 这种白花花的骨头,看着不但渗人,并且掩孕,看了一会儿后,赶紧移开视线,朝四周打量。 小滚刀把手垫照向坑岩,发现这是个死洞,根本没有任何出口。 他大爷的,看来这是让我们过来慷慨赴役,做活人祭品的。 不过祭祀坑应该做过处理,不像夜魔窟中阴灵遍布。 这里除了阴森森的环境之外,倒是没察觉有死鬼出没。 小滚刀骂骂咧咧地带着两个弟子,沿着祭祀坑,仔细寻找出口。 我闭眼进入明海,看是否能搜到阴魂。 明海中竟然出现了一片虚虚渺渺的白影,看上去跟人被白燕烧成了那股白烟一样。 飘来荡去之际,能分辨出很多都是人形,不过却十分地不真实。 我不游纳闷,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阴灵? 如果是的话,哥们可从来没见过这模样的。 当下开口叫了一声,这些白影没任何反应,依旧来回飘荡。 似乎正在自由自在畅游在空气中时,突然被封闭在明海中,有点慌乱。 由于搞不清状况,我也不敢下手去扒他们的皮,只有退出明海,跟死小妞说起这个怪事。 她听了之后,大惊失色道,你确定没看错? 那些都是像白燕一样的人影。 我见她神色不对,心里不由敲起鼓来,跟她说,怎么会看错? 你又不是看不到。 死小妞紧皱眉头说,我刚才只顾思索这里隐藏的玄机,没留意明海中什么情况你所说的白影,那极有可能是世上第三种鬼魂。 我眨巴眨巴眼,很想吐她一口圣水,鬼魂不就一种吗? 第二种我都没见过,还第三种,死丫头是不是被虎头白燕给吓傻了? 死小妞见我一脸诧异,跟着解释说,《诗鬼秘本》中记载,世上共有三种鬼魂。 第一便是,我们常说的亡灵,可出入地府投胎。 第二种便是关押在你境中的鬼魂,永世受苦,不得入轮回。 第三种便是白鬼,如白色薄烟,地府无名,你境不收,跟鬼仙相类似的一种特殊魂魄。 这种鬼魂,一般很难见到,只有在深山密学,才有可能遇见。 一直以为第三种鬼魂是个传说,没想到今天真的碰上了。 不过按照虎头白燕烧死人后的白燕上去想,白鬼便是出自古物祭祀的一种产物。 他们死后,鬼魂肯定为白燕焚烧过,才变成了地府和你境都无法收容的灵魂。 只能飘游在尸骨附近,寻找机会,变成第一种鬼魂。 我一愣问他,寻找什么机会,能变回第一种? 烙入的人的灵魂中,期许有一天人死后,他便能变成此人的鬼魂。 听了这话,心头咯噔一下,盲问,那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烙入人的灵魂中? 死小妞说,随时随刻,无孔不入。 恐怕此刻除了你之外,他们的灵魂中,已经落上了白鬼。 我差点全身毛都炸了,瞪眼问,你怎么不早说? 急忙抓住萧影的手,仔细看他硬膛这丫头,清楚我在查看她是否中邪。 所以挺配合的,没做任何挣扎。 混蛋,我是刚刚听你说,有白鬼的,之前又不知道,怎么早说? 死小妞一脸无辜地骂道。 萧影紧张地问,怎么了?我中邪了吗? 从印堂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估计这种落入灵魂的方式比鬼剪还要隐秘,更难让人发现。 我叹口气摇摇头,把她的手放开,问死小妞。 你确定她们已经中招了吗? 死小妞愁眉苦脸说,你别看她的灵翘了,这里根本看不出来。 你看她的下巴上,是不是多了一颗黑质? 我急忙低头看萧影的下巴,果然上面出现了一颗微小的黑质。 这丫头整张脸每一寸地方是什么情况? 我都一清二楚。 这颗黑质虽然小,但以前是绝对没有的,刚刚长出来的。 死小妞说,白鬼落入人的灵魂中后,便会在面向地阁中显露出来。 什么时候这颗质疑到天庭上,也就是她毙命的时候,那时白鬼已完全侵吞了她的魂魄,死后便能以她鬼魂名义,进入地府投胎。 那为什么我没事? 我有点抓狂。 听死小妞这意思,白鬼入侵后,不可能再会沿着生老病死的诡计而活。 当白鬼完全占有萧颖魂魄魄后,她便会死掉。 因为,我在你身上做了鬼剪,白鬼不敢侵入。 萧颖见我神色不对,一直用淳语跟死小妞对话,知道在她身上可能发生了什么,追着问道,到底怎么了? 没事,我只是不放心,你会染上邪气。 我说着,将脸转到一边,去看小滚刀他们。 现在还没把这件事搞清之前,不想让她知道。 我又接着问死小妞,尸鬼秘本上,有没有说,怎么驱除白鬼? 死小妞揪住自己的头发,显得很烦乱。 尸鬼秘本上只是说,白鬼是远古的一种邪恶乌咒,只有在巫祖神坛之前才能破解。 巫祖神坛? 这玩意在哪儿? 我想到了白虎说,巫教奉蛇虎鱼为神,虽然蛇鱼被惩罚,但它们不就是巫祖吗? 死小妞痛苦地摇头说,关于巫祖的传说太多,如果按照靠谱的来说,十二祖巫和女娲才是真正的巫祖。 可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白虎只是巫教信奉的一位神灵,或者也是某种诅咒的化身。 它不可能是巫祖。 第845章,神灵直取精髓。 巫祖到底是谁? 它的神坛又在哪里? 我心情烦乱地闭上眼睛,又想起了夜魔窟。 夜魔也是古巫中的一位神兽。 他为什么在有关巫教的史料上没有记载呢? 而蛇虎鱼也是八国所崇尚的神灵。 这跟十二祖巫,貌似又不相关,但八国是巫教一脉。 他大爷的全乱了。 不管什么古巫诅咒,究其原因,还是这些白鬼在害人,当即念咒进入明海。 那些飘渺虚幻的白影,让哥们看得咬牙切齿,一遍遍咒语念出来,让他们立刻乱作一团白鬼也是鬼。 让我想起夜魔窟的精灵,好像跟这玩意有相似之处,只不过那种精灵不会侵入人体灵魂中。 难道那算是第四种鬼魂? 既然是鬼,在明海中,那边会被包劈。 他们的尖叫声非常特异,类似于昆虫的声音,唧唧鸣响,声音虽细,但钻入耳朵中,让哥们产生一种心惊肉跳的恐惧感。 他们的皮是怎么包掉的看不清楚。 只不过随着一缕缕白烟散开,我知道这些玩意已经大面积被屠戮了。 这些死玩意,生前都是被祭祀活活害死的,本该受到可怜。 可是现在,我却对他们恨之入骨。 他们被包皮惨死,哥们一点都不动心。 最后只剩下四五只,还在仓皇四窜。 显然是白鬼中的鬼精一类,一时包不了皮。 其中有个女鬼尖叫几声,竟然开口向我求饶。 他们说话的方式很古怪,张口不发声音,但我却能清楚察觉到他在说什么。 他求我不要杀死自己,他知道这里有个出口可以通往山外,只要我肯高抬贵手,他会将出口方位告诉我。 出口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就算大家伙被白鬼入侵,那也要出去的,不能困死在这里。 我于是停住咒语,让他们几只死完一喘口气,便问出口在哪。 这只女鬼说出口,就在祭祀坑内。 坑中左边是人骨,右边是牲畜遗骸,中间是玉泊。 玉泊包括玉气和皮帛,也是祭祀中的重要的祭品玉在当时缺少经营的年代,显得特别珍贵,博弈相同。 这种丝织品,只有贵族才用的。 所以,除了牲畜和人之外,玉泊也是不可或缺的祭祀之物。 出口就在玉泊堆积之下,有条隧道通到山外。 白鬼差点被我包皮,应该不敢说谎。 得这出口,哥们心里暂时轻松了一点。 又问他,白鬼入侵生人后,如何化解? 白鬼的答案跟死小妞一样,要找到巫祖神坛。 我问他巫祖神坛在哪? 白鬼竟然出乎意料地给了一个答案。 他说,山下祭坛内,藏有巫祖神坛的秘密。 我们去那儿,或许会有意外收获。 当下我放他们出去,反正大家伙都已经遭到了祸害。 就算将他们杀光也没什么用,无非发泄点怨恨而已。 再说,答应说出出口就放了他们的。 我也不能出尔反尔。 死小妞听到能够找到巫祖神坛。 欣喜异常,催着我赶紧下山。 我比他更心急,招呼小滚刀回来。 我们俩先跳入祭祀坑内。 幸好中间地带摆放玉帛,没踩到尸骨,不过坑底却很深。 落在这些玉帛上,不由大骂坑爹。 那些丝织品原本堆得很高,可是经过几千年的腐化,脚一踩上去,立刻化为积粉。 就像踩到了陷阱上一样,往下坠落。 并且,这些腐败的粉尘扬起来,差点没把我们呛死。 这坑爹的玉帛堆,好像有几丈高,随着往下滑落,上面的破烂的丝织品,马上将我们掩埋住。 我们急忙闭住呼吸,小滚刀手里的手垫,根本起不上作用了。 眼前全是烟尘和堆积的腐烂物。 很快将丝织品堆穿透,落在坑底,可是出口在中心位置。 我们还要从下面挖地洞一般,往前再挖过去。 从这堆烂东西下爬出来后,迫不及待张口呼吸。 他大爷的,又吸了一嘴的粉尘。 小滚刀用手垫罩着我,瞪大了一对眼珠,说我像是刚从水泥灰里爬出来的。 我没好气说你小子也好不到哪去? 我是啥模样? 你叫啥模样? 我们喘了会儿气,在附近找找,便看到了丝织品旁边堆积了一片玉器。 这些玉器,在此沉寂了几千年,从来没人打动过,全部完好无损。 数量虽然没有想象中多,但看上去,渐渐都是精品。 各种形状的器物,十分的罕见。 如果拿出去,我看这些玩意,也够我们花几辈子了。 小滚刀剑宝贝眼就开,立马抓住几件玉器网包里装。 我一把攥住他的手腕说,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这是白虎神坛的祭祀坑,你不要命了。 古墓里的东西,有时都不能随便拿。 神灵的祭瓶,也敢往外顺。 这你就不懂了。 小滚刀一脸严肃地跟我说,祭瓶只是祭祀式用用,就像我们祭拜神灵时的共菜。 拜完神,还不是自己吃了。 再说,神灵要的什么? 那是要的祭瓶中的精华。 这些玉器,虽然原样不动,可是其中精髓都被神灵取走了。 我们只不过拿个外壳而已,没事的。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也有点狗屁道理,我放开他的手,还是不放心地说,做人别太贪心,不要拿那么多。 万一触怒白虎神,我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道理我懂,大嘴蓉早说过八百遍了。 这小子嘴上这么说,手上不停,一个劲地往包里装东西。 我看着也动心了,平时哥们表现出,是钱财如粪土的态度。 那是刻意装出来的风度,有谁跟钱有仇啊? 我也捡着几件精美的玉壶,玉镯,玉麒麟等玩意,装进包里。 又在一堆玉佩下面,发现了一块黑玉,形状特别古怪。 约莫有大拇指那么大,像是牛角,却又不太一样。 侧面看,更像是喇叭花。 不管是什么了,这全是碧玉和白玉,红玉也有一些。 只有这块黑玉,孤玲玲非常抢眼,顺手装口袋了。 萧影见我们在下面,居然不干正事。 疯狂缩刮玉器,在上面大声叫喊。 小滚刀正好包也填满了,这才开始找出口。 我们转头看了几眼,就发现了一个大约三尺剑方的大型绿玉。 小滚刀哈的一声跑过去,说这么大哥的,肯定最值钱, 我说还是干正经事吧,不管它值多少,我们也不好带出去。 再说了,各大位必就值钱,但小滚刀还是搬起来衡量一下重量。 我却因此看到了,这块玉器下面,出现一个黑乎乎的洞口。 原来这是封堵口子的玉颈盖。 第846章,两层壁画。 洞口上封堵了大型玉器做成的颈盖。 那说明,下面这条隧道,那是前人故意留下的一条逃生密道我探头进去窥探一下。 空气质量还算良好,看上去也没什么危险。 于是,跟站在坑岩上的萧颖等人挥手,他们跟着一个个跳下来。 下场跟我们一样,最后都变成了滚水泥灰的泥猴。 有些弟子看到那些玉器,当然也忍不住下手。 小滚刀这会儿,倒是心急了。 叫他们不要拿了,回头都有钱可分,赶紧进洞。 我和萧颖打头,小滚刀跟李锦轩断后,沿着下面一条笔直的隧道,往前走了约莫十多分钟,开始往上迂回。 如同一条蹒跚道路,最后把我们都转迷糊了。 这条隧道,两侧石壁上,干干净净,一点雕刻都没留下。 看样子,就是一条纯粹的通道。 不用欣赏壁画。 二十多分钟的功夫,我们就到了尽头。 在这儿死小妞却说有鬼,我急忙进入明海,发现五六个脸色惨白,浑身都是黑血的老鬼。 他们赶紧跟我打招呼,说自己是李家的老祖宗。 之前跟死妖人和老粽子一番恶战,魂魄被打散了大半,只留下他们几个受伤的逃入这条隧道避难。 隧道口也是通进反祖洞,只是无论是入口还是出口,李家祖讯上名言,绝不容许后人进入的。 但紧急情况除外,避过风头之后,必须马上离去。 原来是这样,李家还留了几位大佬,让哥们感到挺庆幸。 不过一问他们上面出口是否被堵住了,大佬们愁眉苦脸地说,煽动他方,把隧道口堵得死死的,从这儿出不去了他大爷的,白高兴了。 以前这是活路,现在变成了死路。 我退出明海,小滚刀跟着几位老祖宗抱头痛哭,我和死小妞,萧影一筹莫展。 过了一会儿后,小滚刀哭哭啼啼地跟我说,老祖宗们告诉他,只要能打开出口,还是有希望出去的。 因为反祖洞中还留了一条逃生密道,是绝不会塌方的,就在隧道口一侧。 听到这消息,我们精神一震,这么多人,难得还打不开上面的出口。 我们把女人除外,组织八个男人分为四组,轮流用尖刀,石头等东西,连翘带杂。 组组搞了七八个小时,终于把封堵隧道口的石头打通了,勉强能挤出一个人。 那几个大佬在前面带路,我们跟着爬出去,在乱石缝隙中,挤入一个十分低矮的洞窟内。 洞窟口,要不是打造得很低很小,恐怕也早塌方了。 钻进去后,曲曲折折地爬了半天,最后从反祖洞口顶部爬出来。 这个口子做得很隐秘,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这也是所谓的角兔三窟,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等着去地府报道吧。 出来后外面,是下午,我们看到整个鬼标局跟广源镇一样,被烧成了废墟。 小滚刀和众弟子们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老宅也烧了,这以后连个窝都没有。 不过小滚刀是个没心没肺的主,被我们劝了几句,也就从低落的清洗中走出来,拍拍包说, 以后小爷有的是钱,再重新盖一座比以前更宏伟的标局。 我们大家一块跑到后山溪水中洗了澡,顺便打猎做晚饭。 吃过饭后,我把白鬼入侵的事跟萧颖和小滚刀说了,萧颖表现得很镇定。 而小滚刀却大为吃惊,问我咋不早说。 我说当时出口还找不到,并且当着那些弟子的面,把这事说出来,只能造成恐慌。 现在,还是最好不要告诉他们,先去找巫祖神坛吧。 当下商量几句,倚着大树睡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悄悄下山。 白天肯定有人在镇上清理废墟,晚上就安静了。 下山后没想到,还有几部铲车在连夜干活,清理废墟中的垃圾运到镇外。 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子走过去,有几个好像是镇政府干部,发现我们后拦住,问我们大半夜过来干嘛。 小滚刀拿出自己身份证,说自己老宅在这里,要进去找找没烧毁的东西。 这几个人核对身份无误,便放我们进去了。 来到小滚刀老宅内,断圆残壁,到处都是后机的黑灰,又触发了小滚刀内心的难过,扶着断墙不住叹气。 我让萧影拿着手电,自己用罗盘定位,测出院子中心位置。 扒开一片堆积的砖头后,忽然发现下面有个洞口,我感觉不对劲。 似乎有人先我们一步,来这里找过,这个洞口是他们打开的,然后走时又用砖头堵住了。 洞不是很深,约有一帐多高,下面空间也不大,看似就是两间屋子大小。 死小妞说里面没一场,我们仨便跳下去。 地下室空荡荡的,只有地面上散落着一堆从上面掉落下来的碎砖头和黑灰。 四壁都是用轻条石砌成的,正南墙壁上有一幅彩色壁画。 从绘画工艺上来看,肯定年代非常久远,有一种原始的抽象画风,但内容却很容易分辨出来,也是祭祀的场景。 在一座仙气缭绕的大山之巅,一群人正在围着神坛祭拜。 那些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活迹画面,比浮雕更有感染力。 从山的形状上看,不是鬼标局所在的侧魂山。 我欣喜地说道,这座山应该是巫祖神坛的所在地。 萧银指着山的左侧,周梅说,这里怎么好像被人刮花了。 你们看,刮花的部位下面还露着字体的尾部。 我们顺着他的手指一看,心里灯石凉透了。 他大爷的,那字肯定是标注了山的名字。 而有人看过之后,故意刮花不让我们看到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山,我们往哪儿去找? 这他妈谁干的好事? 小滚刀愤怒地在壁画上垂了一拳。 这一拳竟然震得壁画油彩哗啦啦往下剥落,里面又露出一层壁画。 我们一看,不由喜出望外。 这是古人,做的陷阱。 先画好里面一层,外面再画层假的,让人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巫祖神坛。 我们急忙一起动手,将外面这层油彩清理掉。 发现画上的山是变了,很像一只牛头,两侧各伸出一只尖角。 而神坛不在山巅了,却处于山底深处。 我隐隐猜到,这幅画应该是画于乌教禁绝之后,巫祖神坛不能光明正大受人祭拜,于是转入地下,隐藏起来了。 外面那层图应该是乌教禁绝之前神坛的位置,但已经没用了。 找过去只不过是个废弃的遗址。 萧莹很快在画上找到了这座山的标注,虽然是用撰体字书写的,但由于这俩字特别简单, 连小滚刀都认出是白山。 我们一愣,白山是哪儿? 仔细一想,东北有个白山市,就在长白山西侧。 难道指的是长白山? 祖屋的神坛,怎么可能弄到哪儿去? 不过除此之外,我们想不起来哪儿,还有叫白山的地方。 正在冥思苦想之际,我跟死小妞同时听到远处传来轻微的动静。 死小妞说,这不像是走路发出的声音,我唯恐又是死妖人,于是将白山俩字刮掉,赶紧爬出去躲在断墙后。 第847章,我恨你。 我又不放心来的是,厉害鬼邪,这几天的遭遇把我都整得神经兮兮,多个心眼,还是比较好的。 咬破手指定我们三人,做了邪灵盾。 此刻推土机已经收工了,漆黑的废墟,死一般的沉寂。 一阵擦擦声,从前方不远处很快一静,我们仨没看清是什么? 死小妞已经跟我汇报了,侍送赵琪,鬼娘子背着她在废墟中穿行,好像是冲着老宅来的。 我一听是这杂碎,心里就有了计较。 跟萧颖和小滚刀低声交代,待会我会进明海,先扒了鬼娘们的皮,让他们俩同时动手,将宋赵琪拿下。 过不多时,鬼娘子背着宋赵琪就到了跟前,黑暗中看不清的她面目,但从这孙子魁梧的背影上能够辨认出,绝对是她。 我当即跟他们俩打个手势,闭目进入明海。 以我目前的修为,拉鬼娘们进来,那简直小菜一碟。 因为我们坐了邪灵盾,鬼娘们到跟前没发现,在明海中才知道阴沟翻船,一张惨白的鬼脸都下黑了,半上说不出话来。 我黑黑冷笑道,咱们真是冤家路窄,又见面了。 我在山西放过你一马,可是你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在洛阳趁我不能用通灵术时,差点杀了我。 今天有啥一言,赶紧说吧。 鬼娘们倒是挺强横,脸一寒说,落在你手上有什么可说的,要杀就快动手吧,别婆婆妈妈的。 他大爷的,哥们最讨厌别人说我婆婆妈妈,心头蹭地窜起一股无名怒火,立马念咒包了这鬼娘们的皮。 不过,他也真是条汉子,明知道球也没用,直到化为青烟都没向我求饶。 我睁开眼睛时,萧尹和小滚刀两个已经把宋赵琪制服,一人扭着一条胳膊摁在地上。 小滚刀问,怎么样,那个鬼娘们死了吗? 死了。 我点点头。 小滚刀伸脚在宋赵琪肚子上踢了几脚,骂道,你个王八蛋,现在翅膀被掐了,你倒是在飞啊。 你要是还能飞起来,小优我跟你姓。 我转头看看废墟上,唯恐镇政府那几个干部还在,把他们招过来多声之解。 于是让小滚刀和萧尹将宋赵琪弄进地下室。 萧尹闪一边,我跟小滚刀痛痛快快地将这老杂碎扁了一顿。 想起在洛阳,要不是八爷及时出手帮忙,我肯定早死在他手上了。 这种仇恨,再加上最近几天心里的憋屈,我把手打肿了,还不停下。 最后倒是小滚刀拦住了我。 宋赵琪被我们打得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喘气都挺微弱。 这也恐怕是他出道以来,被我第二次贬成这样。 萧尹蹲下来问他,你们是不是联合安泽荣,杀死我父亲,收购了洛阳消事和审市公司。 宋赵琪无力摇摇头,都说不出话来。 我也蹲下身子,冷冷说道,你最后乖乖说出真相,别逼我打散你的魂魄。 宋赵琪肿得像猪头的脸上,忽然扶起一丝嘲笑,只听他用力说,既然已经犯到你手下,我就没打算活着,也没打算投胎。 你动手吧。 靠,居然还给大爷装硬汉,我轮起巴掌又要打,却被萧尹一把攥住了手腕。 够了,再打他会死的。 我这会儿也不知道哪根筋抽了,冲着他怒吼道,他死不死管你屁事。 你知道他几次三番,差点害死我吗? 再说,我问出真相,还不是为了你。 你凭什么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给我脸子看呢? 我哪得罪你了? 你就是恨我,给我一个理由啊。 死小妞一无脸,我靠,你这次真野蛮,吓死我了。 小尹顿时脸色苍白,眼泪划破面孔流下来。 我发泄完心里的火气后,看着她的泪眼突然有点后悔,我真他妈的鬼附身了。 对,身上真有鬼,可是没死小妞的事,我咋突然变得这么爷们了? 好,我给你一个恨的理由。 萧颖获得从地上站起身,情绪也显得相当激动,声音非常大。 小滚刀一看情况不对,急忙过来劝架。 你们俩这是? 滚开! 我跟萧颖竟然不约而同骂他一声。 萧颖怒目瞪着我说,我恨你没在老爷子死之前跟我订婚,哪怕只是逢场作戏,哄他老人家死后无憾。 我恨你,我家公司被收购,你还缠着我不放。 我恨你追到地府救我复活,让我活在这个痛苦的世界里。 我恨你不该难度上大学,为什么让我遇到你? 我恨你! 我被他这番哭诉给鼠落傻眼了,死小妞没猜错。 他现在心里太过痛苦,主要还是老爷子死之前没有看到我们订婚。 但后面这几条怎么也怨我? 我缠着你与公司被收购有什么关系? 还有进地府救你回来,这也错了。 还有上南都大学的事,更不能怨我。 如果你不想遇到我,你可以不来啊,怎么都是哥们的错。 这简直是无理取闹。 他数落到后面,发现再也说不出什么了,但还是找了一条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我头上。 我恨你在祭祀坑上明知道我被白鬼入侵,却不告诉我。 死小妞捂着嘴偷笑,姐姐哥哥挺开心,我一瞪眼用淳语骂道,你笑个屁啊。 我笑你刚才还嫌闷,现在变成软淡了。 不过萧颖发泄了内心的苦痛,应该会好过来。 你明天便会有好日子过了。 我心头一寒,什么好日子? 不会是萧颖回过头。 为今天我吼她的事,开始挖坑报复吧。 我急忙冲小滚刀使眼色,这小子装没看见,我忍不住骂道。 混账小子,你怎么就不拦架呢? 非得我们动起手打死一个你才高兴啊。 小爷没空,刚才我好心劝架,却好心没好报,反而被你们骂,再管你们不是犯贱吗? 这小子瞪我们俩一眼,走一边去了。 我于是苦着脸,向死小妞求救。 妞儿,是不是该你出场了? 你进凌园? 死小妞打个哈欠说,昨晚上耗费了不少元气。 好嘞,我先睡个觉去。 我一搭了脑袋,跟萧颖说,那就恨吧。 我生下来,注定是被你恨的。 你不恨我恨谁去? 自古多情空于恨,死恨绵绵无绝期,举杯妖明月,对影成双风,滚。 第八百四十八章,长春。 那晚萧颖当面对我发泄了内心的苦痛。 果然如死小妞所说,第二天心情好了很多。 不过对哥们我还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不怎么搭理。 不搭理就不搭理吧。 这还在过渡期内,等过了这几天,估计就会慢慢好起来。 宋赵琪我们没杀,杀鬼不犯法。 但杀人毕竟说不过去。 就审问他,听说过白山没有。 这杂碎说,除了吉林白山事外, 那只能是一侧的长白山啊。 《山海经》中称这座山为不咸山, 在蒙语中是神仙的意思。 汉代称作丹丹大陵,丹丹在满语中与山岩相近。 而山岩是白色的意思, 那就是白色大山,简称便是白山。 他这么一解释,让我们拨云见日, 解开了白山这个谜团。 东北萨满虽然与中原乌教不同, 但他们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几千年前是不是同出一元, 那是很难说的事。 因为很多宗教分裂后, 因为各地文化和习俗不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会产生很大差异, 以至于变得面目全非。 但不管变成什么, 本质都没改变。 如果说乌祖神坛迁到东北萨满地界上避难, 我觉得也说得过去, 于是当晚决定去长白山看看。 我们把奄奄一息的宋兆旗丢到镇外山沟里, 是死是活那看他的运气了, 然后第二天小滚刀联系了与老爷子有来往的古董买家, 把从手上的东西先挑一部分出手。 这些货价值不菲, 不敢一次全拿出去, 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只是三分之一的名气, 我们找了七八个买家, 那也买了将近六百万。 那些买家对这些玩意赞叹不已, 说是绝迹很久, 战国之前的文物, 有一件就不得了了, 我们居然有好几件。 从他们留着哈拉子的表情上看出, 东西很值钱, 但给的价却很低, 这也没办法, 我们是急于出手, 没有那么多水魔功夫。 估计按照正常试价, 这些最少价值在千万之上。 小滚刀拿出四百万, 交给各位兄弟姐妹们, 一人分点, 剩余的重建鬼标局。 剩下不到二百万存进卡内, 供我们奔波花费。 搞垮鬼标局, 就是为了得到白虎猪, 死妖人拿走了宝物, 不用担心, 他们再来这儿搞风搞雨了。 小滚刀便放心离开, 让这些弟子们负责标局善后重建。 走之前, 我镇上用明海搜了一下, 没找到山魅精, 但我们也不敢去镜子山, 唯恐进了死妖人的老窝, 那是自投罗网。 目前还是先解决白鬼的是吧? 报仇只能等到以后再说。 而要带上这些弟子, 一块去寻找巫祖神坛, 也不现实, 只能先找到神坛, 看能否解决消影和小滚刀身上的白鬼之威, 再说, 化解那些弟子身上的白鬼。 赶到西安, 准备乘飞机去东北时, 大嘴荣回了电话, 说在广州得到点线索, 但没找到白亦凡人, 这就跟陈寒烟飞往洛阳找我, 我说我们在西安呢。 你们赶紧过来, 移到去东北。 在西安等了一天, 大嘴荣和陈寒烟赶到, 住了一夜后, 第二天乘飞机去了长春。 大嘴荣说, 按照小乡提供的线索, 他们到广州, 很快找到白亦凡谈合作的那家公司。 对方说, 白亦凡在十天前突然失踪, 随后就听说, 白氏被收购, 合作项目也就取消了。 大嘴荣和陈寒烟两人, 又查到白亦凡的居住酒店。 他再十天没退房, 便下落不明。 他们于是便去报案, 在警方调查下, 机场以及火车站, 都没有白亦凡买票的记录, 只在酒店调出门外的监控录像。 白亦凡上了一辆车后, 便消失了踪迹, 警方正在跟进调查, 有了消息, 会联系大嘴荣。 其实让大嘴荣去广州时, 我心里就有数了。 白亦凡肯定跟肖老爷子一个下场, 被人干掉了。 在临死之前, 被逼着签了转让协议。 他辛苦经营了多年的白氏, 就这样轻松落入别人之手。 不过警方还没查出真相之前, 一切都是猜测, 或许他还活着, 收购和杀人夺宝, 他也有嫌疑。 难保不是, 他躲在暗处操纵了一切。 上飞机之前, 死小妞就出了我身子, 躲进陵园中, 让萧颖拿去。 一路上, 他们俩嘀嘀咕咕小声说什么, 我们谁也听不到。 不管聊啥, 只要能让萧颖真正开心起来, 我也就放心了。 由于白鬼侵吞魂魄过程很慢, 或许是一年, 也或许是五年, 所以, 我们不是很着急。 下了飞机, 不急于赶往长白山, 而是找个酒店住下, 顺便到处逛逛。 这是为满国帝都, 昔日的皇宫等名胜, 我们得游览一下。 中午吃了满足八大碗, 晚上吃长春酱肉, 砧板狗肉, 和冻饺子。 我和大嘴蓉, 小滚刀, 什么都能吃, 像这俩妞儿, 就不喜欢吃狗肉了。 萧颖说狗是人类的朋友, 怎么能吃呢? 我说, 猪也是人类朋友, 不然怎么动不动就骂对方是猪头? 还有, 鸡也是人类朋友, 小姐就被称为鸡。 猪和鸡都能吃, 喂毛狗就不能吃。 萧颖这次开始搭理我了, 你跟鸡是朋友吗? 总共找过多少个鸡了? 大嘴蓉和小滚刀一听这话, 纷纷跟哥们划清界限, 他们跟鸡不是朋友。 这俩混小子, 咋就那么容易叛变呢? 说好了, 喂吃狗肉统一阵线的, 被萧颖一句话, 就给瓦解了攻守同盟。 我挠头说, 鸡是人类共同的朋友, 我虽然一次没找过, 但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还有一个佐证, 不是有个成语叫鸡飞狗跳吗? 鸡一飞狗就跳, 说明他们都是好朋友, 狗是人类朋友, 那鸡当然也就是了。 萧颖这次没话说了, 但老板给我们上了三大盆狗肉, 把我们吃的, 最后都反胃了。 喝了几两小酒, 没想到出了饭馆, 感觉晕乎乎的, 走路有点摇晃。 不但是我, 萧颖和陈寒烟只喝一点, 也觉得头晕。 小滚刀拍拍脑门说, 小爷就是酒量不行, 也不至于这么小, 就喝了三两, 怎么就天旋地转了? 大嘴蓉扶着墙说, 别提转好不好, 我想吐酒, 我感觉不对劲, 估计是喝了假酒, 赶紧拦出租车回酒店, 不然别在大街上出了丑。 哪知, 我们站在路边等半天, 也不见一辆车过来, 并且才注意到, 整条街上黑漆漆的, 路灯不知道神兽熄灭了, 除了我们之外, 连个行人也没有。 这不对, 我晃了晃发晕的脑袋, 正想找死小妞问问, 有什么异常没有? 萧颖突然叫了声, 爸, 你怎么在这里? 说完不顾一切往前跑了, 瞬间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八百四十九章, 带宰肥猪, 萧颖突然叫了一声, 爸往前跑了, 黑灯瞎火的, 她的身影很快就消失不见。 我不由吃了一惊, 可能是遇到野鬼了, 急着念通灵咒, 把死鬼拖进明海。 可是脑子太晕了, 通灵咒咋念来着? 她大爷的, 咒语竟然忘了。 我捂着脑门左右摇晃, 咦, 萧颖这不是在身边吗? 郑笑容满面, 醉眼寒春地朝我走过来, 一把将我抱住了。 我也反手将她抱紧, 这丫头终于在酒醉之下, 忘记了那些痛苦。 早知道这样, 这几天多灌醉她几次, 哥们也就少不了想着温柔制服了。 大嘴蓉在一边嚎叫, 嫣嫣呢? 嫣嫣在哪儿? 陈寒烟失踪了? 我正想转头去问, 忽然脑子里一阵迷惑, 发现我牵着萧颖的手, 正顺着大街往前走, 却不见了小滚刀。 大嘴蓉和陈寒烟这会儿, 感觉头上不是很晕了, 不过却对他们三人的处境毫不担心, 我觉得, 他们找地方, 轻轻我我去了。 至于小滚刀跟谁亲热, 我半点, 就没多想。 此刻心底只有一个念头, 跟萧颖就这么往前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 哪怕前面是刀伤火海, 地狱拟静, 我也不怕。 漆黑幽冷的大街上, 刮起一阵清风, 吹在身上满有凉意。 萧颖半靠在我肩头上, 我们俩一句话不说, 能够感觉到彼此的心意, 都想这么静静地往前走着, 享受着这份宁静。 前方逐渐亮起了一片光泽, 在黑暗中闪烁不定, 如同为尘世间指引前途的佛光, 让人心静甜淡, 说不出的惬意。 我们便朝着这片光走过去, 很快看到一团耀眼的白光, 出现在前方不远处, 光亮中心站立着一条黑影, 因为背对强光的原因, 看不到它的容貌。 我心想,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救世主, 要来拯救这个世界的吗? 这种想法浮上心头后, 自己都觉得奇怪。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 世界有什么危险了? 需要救世主拯救? 再说, 那是耶稣, 我从来就没对他产生过什么信仰啊。 奇了怪了, 大爷, 好像是在做梦吧。 刚想到这儿, 只听前面那条黑影发出一声冷笑, 我脑子于是便开始迷糊了, 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 逐渐有了意识, 睁开眼发觉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 屋顶垂着一只小灯泡, 散发出暗红色的亮光。 大嘴绒和小滚刀背靠背绑在一块, 就在我前面半米开外。 而我跟萧颖背对背捆在一起, 却没看到陈寒烟。 我心里一惊, 他大爷的, 我们遭了暗算, 酒里肯定有迷药, 让哥们产生幻觉。 不过记得大嘴绒找过陈寒烟, 他好像在那个时候失踪的。 我想问他们, 知不知道陈寒烟下落, 嘴里竟然塞了毛巾, 说不出话来。 而他们也都一样, 嘴巴塞得严严实实的。 大嘴绒正好跟我面对面, 瞪着眼珠满脸怒气地瞧着我。 哥们心里纳闷。 你这是怨我, 没提前发现蛛丝马迹, 导致阴沟翻船的吗? 但这不能怪我, 你们又不是没长脑子, 有时候比我都猴精, 出了事, 大家只能认倒霉, 干嘛要哥们一个人背黑锅啊? 于是我瞪了他两眼。 那意思是说, 你小子先琢磨怎么逃走吧, 少想那些没用的。 这小子跟我嗯嗯的闷叫, 不住仰起下巴, 好像背后消影有啥不对吧? 全身被绑得很结实, 不过可以扭头, 我便回头看了一下, 插, 胃毛不是消影, 是陈寒烟呢。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消影哪儿去了? 对, 我想起来了, 开始失踪的是消影, 然后大嘴蓉才找不到陈寒烟的。 这么一琢磨, 心里隐隐猜到, 大家同时都出现了幻觉, 消影错以为看到了萧老爷子, 于是跑没影了, 之后陈寒烟抱住我, 大嘴蓉就找不到他了, 我乐个叉叉, 难怪大嘴蓉像个怨妇似的瞪着我, 可能哥们跟陈寒烟一直抱着, 然后又绑在了一起, 让这小子吃醋了。 我马上做出一副无辜的苦瓜脸, 心说兄弟, 我不是故意的, 要怪就怪因我们的混蛋, 这是他吓得迷药。 再说, 罗包这事不是我起的头, 是陈寒烟先抱我的。 小滚刀这时回头, 看了一眼, 立刻乐坏了, 满脸幸灾乐祸的笑容, 把我气得不住瞪眼, 恨不得过去抽他俩嘴巴子。 笑貌啊, 知不知道这样更刺激大嘴蓉, 你想害死大爷我了。 大嘴蓉也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瞪我一会儿后, 也就没事了, 跟我识眼色, 怎么想办法逃脱。 我鼓足内劲, 双臂往外震了一下, 没能震断, 绳子用的不是普通材质。 死小妞又在陵园中, 随着萧影失踪, 没她帮忙, 我看真不容易脱困。 转念想了想, 又进明海中看能否找到野鬼, 结果什么都没搜到。 我跟大嘴蓉摇摇摇头, 意思是哥们没辙。 大嘴蓉翻翻白眼, 显得既无奈又烦躁, 我跟陈寒烟绑一块, 这小子心里指不定急成啥样呢?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后, 进来几个人全都用黑布蒙着脸, 搞得像绑匪似的。 我心说, 我们仨可不值钱, 没人会出大鹅的赎金来赎我们, 真要是当我们是人票, 那就瞎眼了。 他们进来后, 先用黑布把我们四个眼睛遮起来, 然后抬了出去。 我心头蹦蹦直跳。 他大爷的, 这是要把我们弄到哪儿去, 不会是活埋了吧? 这时突然想起了昏迷之前的那声冷笑, 特别的熟悉, 对, 想起来了, 那是老河的声音。 我咋把他忘了, 东北是魂照会的地盘。 而我们之间又有梁子, 更何况前两天又把鬼娘子包皮, 宋赵齐被贬得半死不活, 无疑扩大了我们之间的仇恨。 我们来东北, 竟然把魂照会给抛到了脑后, 真是脑残了, 这次栽得一点不冤。 想到这儿, 心里彻底凉透了, 就等着怎么死吧。 这就是江湖, 在仇人面前容不得半点失误, 给敌人一个机会, 便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像刚出来送往屠宰场的肥猪一样, 给他们野蛮地丢到了车上, 然后汽车往前开走了。 捂不住地苦笑, 他妈临死前, 居然不是跟死小妞和萧尹在一块, 而是跟陈寒烟死一起。 这不是张冠礼带乱点鸳鸯谱吗? 第850章 坟岗鬼市 在去往刑场的路上, 哥们并没有放弃求生希望, 不住进明海搜索, 可是这个集装箱车似乎做了什么手脚, 始终搜不到鬼魂。 这也让我确定, 我们确实栽到了老河的手里, 老杂碎对我的底细很清楚, 肯定有办法屏蔽通灵灵图。 最后心里暗叹一声, 还是等死吧。 汽车曲曲折折地驶出去, 一直没有停下的意思, 感觉早出了长春市区, 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哪儿。 无论哪儿死都一样, 多活一会儿, 就多转一会儿。 我于是闭上眼睛, 不再想这些没用的, 而是想着, 死小妞和萧颖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被魂照会抓住。 他妈的, 你又开车看小说, 把车都开到哪儿了? 突然从前面驾驶室, 传来一个男人的怒骂声。 我一愣, 开车还有人看小说的。 靠, 真是不要命了, 这司机够魂的。 我刚才困了, 就打开手机, 看了机言小说提提神,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上岔道的。 这是哪儿啊? 司机说, 他妈的到哪儿, 你居然有脸问我。 谁知道, 你开到了傻鬼地方, 前面好像是片坟岗啊, 一座座坟头上, 还冒着白烟, 挺吓人的。 有啥吓人的? 亏你还是魂照会的人。 老大, 自我加入魂照会, 就没学过法术, 整天给你们开车。 你看, 这跟鬼片上的清新差不多, 怪甚人的。 他们果然是魂照会的, 之前心里还存有的一丝侥幸, 也破灭了。 有时候不一定是鬼, 也可能是黄皮子, 喜欢住在坟地内搞鬼。 老大, 黄皮子好像比鬼, 更厉害。 你别吓唬我。 瞧你这德行, 以后还是别干这行了。 快掉头找面包车去。 我就瞇一会儿, 你就差点把车开坟地里去。 汽车这时突然熄火, 无论如何打不着了, 司机吓得又嘀咕起来, 被另外一人痛骂几句, 一块下车去检查他们下车还没半分钟, 又急匆匆地跑回车上。 司机颤声问, 刚才那黑乎乎地飘来飘去的玩意是什么? 另一人说不知道, 听他口气也害怕了。 原来这家伙胆子也并不大, 遇到邪碎, 同样吓破了胆。 司机说给师父打电话吧, 那人说不行, 师父要是知道他们哥俩办了这种蠢事, 以后就别指望再出人头地了。 司机带着哭腔说, 那条黑影看着就像是传说中的黄皮子, 要是吃了, 咱俩咋办? 那人说, 我身上不是带了驱邪的铜铃吗? 师父说, 一般恶鬼或是黄皮子听到铃声就迷糊了。 你也学着点, 别整天只知道看黄色小说。 哗啦啦一阵清脆悦耳的铃声, 从驾驶室内转出来。 也不是很黄了, 他妈的总是脱裤子上床后, 就接到电话换镜头, 我都恨不得找那坐着扇他俩嘴巴子。 司机还没发完牢骚, 只听当当一声, 似乎是挡风玻璃被什么撞碎了, 吓得他们俩人各自叫出声来。 这动静立马惊起附近的飞鸟, 扑轮轰响作一团, 伴随着嘎嘎乌鸦的鸣叫, 气氛更显得无比诡异。 我心头一动, 这里看来真有邪罪, 最好把这俩混蛋干掉, 然后再跑进车厢, 我用通灵术逼这玩意味, 我们松绑。 那是什么? 他又躲到哪去了? 司机吓得声音都变了。 我, 我也没看清楚。 那人说话哆嗦着, 听起来恐惧之意, 一点不逊于司机, 一边说这家伙一边咬起了同灵, 叮铃铃的铃声, 在寂静的夜里, 格外的清晰悦耳。 之后短暂的几分钟内, 邪碎又没了声息。 那人手中, 同灵也慢慢停下来, 一时四周安静的有点令人心惊。 我心说, 不会只是个过路的野鬼吧? 闲着没事, 调戏调戏这俩人, 然后就回坟里睡大觉了。 但马上也不能确定, 感觉这暂时的沉寂, 仿佛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气氛, 让我心里隐隐升起一股不祥预感。 老大, 好像, 好像没事了, 咱们要不下去检查发动机吧? 先别急着下去, 我感觉气氛不对。 咦, 老大你看, 那边, 好像有个小姑娘, 手里, 拿着什么东西? 我一愣, 小姑娘? 那是邪碎吧。 东北这地方, 黄仙和狐仙特别多, 刚才司机所说的黄皮子便是黄仙, 也就是黄鼠狼。 往往会变化成人形来迷惑世人, 然后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等别人发现, 你的尸体后, 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你把手电调正? 我瞅瞅。 他大爷的, 那是什么玩意, 被包了皮? 血淋淋? 啊! 这个被司机称作的老大的人, 话没说完, 却惨叫了一声, 好像遭到小姑娘, 袭击了。 司机跟着一声尖叫, 推开车门便跳了下去, 但听脚步声没跑两步, 便也遭到了毒手, 跟着发出一阵极为惨烈的叫声, 让人听得惊心动魄。 我背后的陈寒烟, 也忍不住身子抖了一下, 这种情况, 太让人郁闷了。 如果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 反而没那么大的恐惧感。 越是看不到摸不着, 就越觉得鬼秘和阴森, 背上刷刷的起鸡皮疙瘩。 我心想, 那人最后没说完, 被包了皮血淋淋的东西是什么? 是人还是动物? 这俩人惨叫声消失后, 寺外又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这种集装箱式的车厢, 隔音效果本来很好, 可能驾驶室与车厢前端有通气的地方, 才让我们听得很清楚。 而此刻又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心里不住敲鼓, 斜碎杀了两个人之后, 不可能就此罢休。 车厢里还有四个大活人, 他肯定不会放过这块大肥肉。 只是这玩意神出鬼没, 沉寂之后, 不知什么时候, 又会突然蹦出来, 搞得哥们心神不宁。 在沉闷的气氛中, 足足过了十多分钟, 才听到外面又有动静了。 擦擦擦, 像是脚步声, 又像是风吹落叶声, 时有时无, 显得极为诡秘难测。 过了大概两分钟, 这种声音又突然消失, 四周恢复了一片宁静。 然而, 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忽然车厢后门外, 响起了脚步声。 这次我没听错, 有个人正走过来。 我跟陈寒烟几乎同时, 都抖动了一下。 这肯定不是人, 可能便是他们所说的小姑娘, 这玩意终于来了。 当郎一声门锁被破坏, 车门支压呀打开。 一股冷风立刻吹进车厢内, 我和陈寒烟又同时打个冷战。 第851章 黄皮子 人在未知的恐怖压迫下, 都会感到可怕。 可是, 当恐怖来临要去面对时, 特别像我们经历过 无数大风大浪的人, 反而心里镇静下来我, 立马闭上眼睛进入明海。 哥们等这一刻等很久了, 不管你是鬼是妖, 我这七重修为的明海, 那就是你的坟墓。 可是进来一瞧, 他大爷的空荡荡的啥都没有。 莫非来的是人? 我赶紧又张开眼睛。 杰杰。 来的这玩意, 首先给我们发出一阵 令人毛骨悚然的鬼笑声, 但我对此基本上免疫, 除了条件反射性头皮发麻之外, 心里不是很怕。 再说, 这笑声听起来怪怪的, 跟以前所听到的那些死鬼笑声 有点不同。 这玩意笑了几声后, 搭得跳进车厢内, 伸手将我嘴里的毛巾扯掉。 此刻我转过头, 在漆黑之中, 只能隐隐看到一条模糊的黑影, 根本辨认不出是人还是妖。 你们说, 闯入我的地盘, 要干什么? 这玩意, 声音相当阴森, 不过能听得出是母的, 与声尖细。 男人就算捏着嗓子, 也学不像的。 我冷笑道, 我们当然是来抢美女的, 不过难看的货色不要。 你敢不敢露出脸, 让大爷我看看, 长得美不美? 这时, 大嘴绒, 小滚刀, 和陈寒烟嘴里的毛巾, 都被挖了出来。 一听我这么说, 小滚刀首先吃惊地问, 兄弟, 你不是脑子进水了吧? 问完我, 然后跟这条黑影求情, 我们也是受害者, 被魂照会的混蛋拉到这里, 打扰了大仙的清静。 您大人有大量, 就放我们一马吧, 回头给您烧香上弓队了, 您是狐仙, 还是黄仙? 我是狐仙? 这玩意冰冷地说道, 这个臭男人, 敢在本大仙面前胡言乱语, 我这就把他埋到坟岗里。 大嘴绒急忙说, 大仙手下留情。 我这兄弟, 可能喝多了还没醒过来, 连我女朋友都调戏了, 您就别跟他一般计较了, 他刚才纯属放屁的。 这话差点没把哥们气晕了, 我忍不住骂道, 你才放屁, 我是故意调戏奄奄的吗? 他自个钻我怀里的, 这是咱们得说清楚, 不然有损大爷, 我的光辉形象。 呸, 你有个屁形象? 小滚刀也跟我急眼了, 那条黑影, 黑黑冷笑两声说, 朋友气不可惜, 你居然调戏自己兄弟的女朋友, 我便更不能放过你, 我要先掩了你, 再挖坑活埋。 吓唬谁呢, 我才不怕, 哥们呵呵笑道, 挖坑好啊, 反正我跳坑也习惯了, 不如你就随我一个坑里埋了, 咱们两个没事, 喝喝小酒, 吟吟小诗, 比如那首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双风。 我还没说完, 肩膀上就被狠狠凝了一把, 痛得哥们没忍住, 阿得叫出声来。 只听黑影恶狠狠地骂道, 混蛋, 你原来早就看出来了, 居然敢耍我。 肖影, 大嘴蓉, 小滚刀和陈寒烟齐声惊呼, 我哈哈大笑道, 就你那半鬼的本事, 也太烂了, 从开始笑我就听出是谁, 更何况又说了这么多话, 他们听不出来, 我却听得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 清清楚楚, 打住打住, 又开始跑火车了。 肖影没好气拦住我的话头, 然后疑惑不解地说, 不可能啊, 我已经很努力地改变声线了, 你是绝对不该听出来的。 快说, 你发现了什么破绽? 不说, 我就要动行了。 我连忙投降, 我说我说, 你一上车, 我就闻到了你身上的那股香味。 别人闻不出还好说, 我如果也闻不出来, 那鼻子不是瞎了吗? 小滚刀差点没喷了。 你们家鼻子长眼睛了? 肖影咬牙切齿道, 算你这次长了记性。 说完打开手电, 帮我们把绳子解开。 我们跳下车厢, 活动活动手脚, 发现前面一个低矮的山岗上遍地都是坟头, 处处冒着缕缕白烟, 穿透漆黑的夜幕鸟鸟生起, 说不出的阴森诡异。 肖影告诉我们, 死小妞说这是一片乱坟岗, 冤魂特别多, 让我们脱险后赶紧离开。 这些死鬼, 我们倒不用怕, 死小妞担心的是, 这里有居住着为数不少的黄皮子, 他们是一种记仇心非常强的玩意, 一旦跟他们结下仇怨, 以后就别有安宁日子过了。 他说完后, 从死在驾驶室内的那人手上取走铜铃, 丢在乱坟之中, 然后催着我们赶紧上车离开。 我瞅了瞅地上横死的那个司机, 基本上整颗心被掏走了, 胸口出现一个血淋淋的大洞, 看着头皮子发麻。 小滚刀和大嘴绒从驾驶室把另外一人尸体抬出来, 这家伙喉咙被咬碎, 死状也是相当凄惨。 萧颖上车便打着火了, 刚才只不过是被黄皮子用血法熄火的。 他们离开后, 汽车便恢复了正常。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 大嘴绒, 陈寒烟和小滚刀又回到车厢内, 萧颖驾驶这辆货车掉头驶走。 驾驶室后窗与车厢有个小窗, 上面封堵了铁丝网, 应该是便于观察车厢内的动静。 这样我们说话, 只要不是故意把声音压低, 后面就能听得很清楚。 萧颖一边开车, 一边给我们说起她的遭遇。 当时觉得有些酒醉, 迷迷糊糊, 看到父亲站在前方不远处, 她便不顾一切跑过去了。 这时, 死小妞发现不对, 从灵园内出来钻入她体中, 费了好大力气, 才让她苏醒过来。 在这期间, 有几个人在后面跟着, 死小妞不敢让她停步, 一口气奔到人多热闹之处。 可是, 她醒过来后, 再掉头来找我们, 发现都已经失踪了。 死小妞立刻猜到栽倒了魂照会的手里, 那个饭馆就是魂照会开的。 于是, 他们找回饭馆, 恰巧赶上老板刚要离开, 被堵了个阵阵。 以死小妞和萧颖的组合, 轻而易举就拿下了此人。 经过死小妞的手段逼问这下, 终于让这人说出我们被关在什么地方。 临离开时, 萧颖不放心他们下的迷药是否会有后患。 这老板说, 那是萨满巫术中的一种迷药。 五个小时后, 会随着生辰代谢排出体外, 不会留下后遗症。 萧颖又进厨房看了看, 说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 我们慌忙问是什么? 第852章, 马屁不灵。 萧颖不但担心迷药, 还对食物不放心, 便去厨房里看看。 结果发现, 那些狗肉其实都是腐烂的, 被浸泡在药水中, 这才去除了臭味。 加上狗肉本身的腥臭, 炖出来便很难发现肉不是新鲜的。 萧颖说幸亏他和烟烟没吃, 不然真恶心死了。 我和大嘴容, 小滚道, 不由眨巴眨巴眼, 你们不恶心了, 难道就不管我们了? 乌啊, 我们仨不愈儿童捂住嘴, 干呕起来。 他大爷的, 这没良心的饭馆老板, 下明药也就算了, 还给我们吃腐烂的狗肉, 以后别说狗肉了, 什么肉没了胃口。 陈寒烟幸灾乐祸地骂道, 活该, 我们不让你们吃狗肉偏要吃, 这下舒服了吧。 大嘴容苦着脸说, 我错了, 以后再不吃狗肉了。 陈寒烟撇撇嘴, 冲我说, 亡灵特别是你, 什么猪啊鸡的, 都是人类好朋友, 还什么鸡飞狗跳的一大堆歪理, 现在还说不说了? 我趴在车窗上, 都快把肠子吐出来了。 听到这番敲打, 更是无地自容。 哥们不胜修残地说道, 现在我相信, 狗与人类的友情太深厚了, 是不能吃的, 以后再吃, 我把信倒过来写。 萧影差点没气晕。 你这认罪态度太不诚恳了, 王子倒过来, 写不还是王吗? 要我说, 在吃狗肉, 王自家三数, 并且改名。 改什么? 我愣道, 把林改成鱼。 我抬头琢磨, 王自家三数会是什么? 呃, 是假字, 让我叫假鱼。 这丫头, 今天突然又活过来了, 只要她恢复心情, 立马就给哥们挖坑, 防不胜防啊。 萧影继续往下说, 她找我们的经过。 从饭馆出来后, 打车赶到我们被关押的地点, 可是晚了半拍, 我们已经被丢上车开走。 前面还有辆面包车带头, 不知要去什么地方。 萧影便跟死小妞一商量, 见我们马上没危险, 决定不打草惊蛇, 先坐出租车跟上, 有机会再下手。 一路跟出市区, 到了前面一个岔路口前, 后面的货车居然改道, 与前面面包车分道扬镳。 萧影跟着我们走了半个小时, 发现车停在了一处乱坟岗下。 出租车司机害怕了, 他经常路过此地, 说这儿不干净, 让他下车便匆忙返回室内了。 死小妞叫他站在鬼顿局位置上, 躲过黄皮子和死鬼的眼睛, 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有个黄皮子先撞破汽车挡风玻璃, 然后又突然杀死那个老大, 司机跑下去, 就被挖走了心脏。 萧影由于相聚较远, 想救人也是有心无力。 黄皮子杀完人后, 他们知道这玩意要对我们下手了, 死小妞便从萧影身上出来, 跟着玩意来了一次正面交锋, 尽管他洗去了鬼旗利器, 鬼羞下降了些, 但那也不是好惹的, 毕竟懂得各种鬼邪的弱点, 将几个黄皮子打跑, 这也将乱坟岗上的冤魂镇住, 谁都不敢出来动手。 他们却不知道, 死小妞元气已然耗尽, 如果趁此时候杀过来, 她和萧影就完了。 死小妞见镇住了这些死鬼, 便放心回陵园中睡觉, 交代萧影带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可是这丫头却还在因为恨我, 于是便出现了半鬼的那场闹剧, 要借机让我出丑。 我笑道, 你要是不办鬼, 直接打着车开走, 那样我们才更害怕。 没想到你萧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居然会想出这么一个破主意。 没吓到我们, 反而被我揭穿真相, 这不显得我英明睿智, 威武霸气吗? 其实呢, 我也有心测试, 你的反应能力, 果然英明睿智, 威武霸气。 她说话时, 脸上挂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笑容, 让哥们心里很没底。 哇! 小滚刀干呕一声说, 汪林你能不能别那么无耻? 我刚吐完了胆汁, 你想让我把胃都吐出来啊? 我回头骂她一句, 闭上你的破嘴, 转回来瞧着萧影神秘难测的脸色, 心里不住打鼓, 想挨想去, 还是主动承认错误吧, 以免跳坑被他们取笑。 于是苦着脸说, 我刚才说的是反话, 意思说, 你这么做那是大之若愚, 英明睿智, 威武霸气说完不忘竖起大拇指, 萧影眨眨她的一双美眸看着我, 周梅说, 我发现, 你现在越来越恶俗了, 居然还学会了拍马屁。 你以为我会为你的奉承之鱼感到开心吗? 请你闭嘴, 不要影响我开车。 小滚刀立马抓住这个机会做报复, 不但恶俗, 并且很无耻。 见过无耻的, 就没见过如此无耻的。 大嘴容和陈寒烟痴偷笑, 两个人倒算给面子, 没落井下石, 来个破骨乱人锤。 哥们老脸一红, 心说自己真笨, 不想跳坑, 还是不小心跳了进来。 萧影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 显然看到我吃扁, 那便开心了。 我心下苦笑, 只要她能开心起来, 让哥们跳几个坑, 那也不算啥。 这什么味, 怎么那么臭? 陈寒烟在后面突然说, 我惊她一说, 也才闻出了一股骚臭味, 从挡风玻璃破洞钻进来, 特别的难闻, 萧影一只左手捂住了鼻子。 我心说不好, 连忙宁目往前细看, 这好像走得不是正道, 是一片枯草遍地的荒野。 我跟萧影说, 赶快掉头, 我感觉不对劲, 说完闭目就要进入明海。 这时萧影却急到, 不好, 刹车失灵, 方向盘和档位, 也不管用了。 她大爷的, 肯定是黄皮子干的好事, 我忙不迭念咒进了明海。 可是一进来发现, 到处都是黄腾腾的雾气, 将黑雾和自己的灵魂都遮住了, 并且, 触鼻是浓烈的骚臭, 这肯定是黄皮子放了臭屁, 呛得我头昏脑胀, 再不退出去, 恐怕会先把我呛死了。 我无奈睁开眼, 突然看到一辆汽车迎面开过来。 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 清楚看到对面司机满脸是血, 眼珠暴突, 在强光下一眨不眨, 显得格外吓人。 瞬间我就明白过来, 对面司机已经死了, 导致汽车失控。 而我们的车机构, 也全部失灵, 两辆车不可避免地, 要撞在一起。 第853章, 撞车。 黄皮子真是令人头疼, 翘无声息跟过来, 在我们失去防范之心后, 突然出手, 让我们错失不及。 我急忙就去包内拿桃木剑和黄符, 这时萧颖叫到跳车, 推开她一侧车门飞出去。 我也察觉到, 来不及再做任何法术了, 只有跳车才能保命, 于是门都顾不上去推, 直接从窗口飞身窜出。 好在室外面是松软的草地, 这两年也锻炼出了灵活的身手, 身子刚一触地, 立刻朝旁边滚开, 卸掉大半的冲力。 翻滚几下后, 身子撞在一棵大树上, 差点没把老妖撞断。 痛得我手捂着腰, 半嗓缓不过进来。 两辆车在我们俩跳下去的一刹那相撞, 巨大的撞击力, 发出的碰撞声非常恐怖, 随玻璃四箭飞射, 饶使我滚出那么远, 还是落了一身的玻璃炸。 不过这是钢化玻璃, 颗粒都是顿角的, 不亦伤人。 我唯恐撞车后, 黄皮子对萧颖下手, 忍着痛又进入明海, 尽管骚臭的黄雾能呛死人, 但哥们闭住呼吸, 默念咒语, 倒要看看, 是他们先死, 还是哥们先隔屁。 龙裂的黄雾中, 呼得传来一阵冷笑声, 在黄大仙面前使通灵术, 也不撒泡尿, 照照镜子。 话音一落, 黄雾瞬间消失, 再看黑雾边缘,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黄皮子跑了? 我乐个趣的, 七重的通灵明海都困不住, 这简直比不灭之妖还要生猛, 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急忙睁开眼, 一边咬牙站起身, 一边心想, 这皮子这么厉害, 那得修炼多少年啊? 我们这次不走运, 看来要全军覆没。 萧颖, 我喊着她的名字, 一蹶一拐地走过去。 萧颖应了一声, 听起来还好, 只不过在两辆车对面, 黑漆漆地看不到她的身影。 这时, 大嘴容, 陈寒烟和小滚刀 从车厢后门爬出来, 听他们嘀咕声也没大碍。 我此刻已经拔出陶木剑, 拿出了一张符贴在剑尖上。 两辆车相撞后熄火, 大灯齐灭, 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知道是啥符, 反正用总召咒能驱使各种符禄。 山雷闻通, 拔月催风, 人鬼雷压, 斩怪擒龙, 闻无令召, 宿出训弓, 父无谈下, 大惩神通, 急急如律令。 剑尖上那张浮乎的燃轴, 使得眼前猛然一亮。 这才看清, 是一张三昧真火浮。 浮火立刻冲着撞扁了车头的两辆汽车, 笔直冲过去, 势道相当为猛。 汽车周围, 一片淡淡的黄雾, 瞬息之间消散, 火势随即微弱下来, 跟着熄灭黄皮子走了。 但我知道, 肯定没走远, 只不过暂时被三昧真火下退而已, 一定躲在暗中伺机而动。 这时萧颖打开了手电, 从货车车尾绕过来, 我们几个人很快走到一块。 大嘴绒嘴巴撞出了血, 陈寒烟捂着左肩膀, 小滚刀额头上肿起一个大包, 跟银角大王似的狼狈模样越看越滑稽。 你们跳车之前, 也不打个招呼, 差点没撞死我们, 太不够一起了。 小滚刀捂住脑门发牢骚。 萧颖拿手电四处照射, 寻找黄皮子踪迹。 我又拿出一张驱邪符贴在剑尖上说, 你们在车厢内怕什么, 最多撞两下又死不了。 我们如果不跳车, 肯定被撞成肉泥了。 大嘴绒忙着问尘寒烟伤势, 也顾不上跟我们说什么。 我打开通灵眼, 随着灯光巡视, 只能看到远处飘荡着一层淡淡的黄雾, 却看不到有任何斜碎的影子。 于是跟他们招招手, 与我们相撞的这辆车前, 灯光打在车头上, 那个惨不忍睹啊。 这是一辆面包车, 本来车头就短, 这一下更是插进了货车车头内, 驾驶员部位全部贬在一块, 司机的尸体都被挤成肉饼, 鲜血顺着张开的缝隙往外流淌不止。 萧影咬着嘴唇, 把灯光打向后面, 车里还有两个死人喉咙被咬碎, 那时撞车前就已经死了。 萧影又转到面包车车尾看了看说, 这是魂照会的车, 没想到, 竟然也遭到了黄皮子的毒手我, 摸着下巴想了想, 感觉黄皮子不是冲我们来的。 而是之前就跟魂照会有过节, 今晚正好碰上他们, 于是就出手做出了报复。 我想到这儿, 往前走出几步, 冲着那片黄雾的方向大声叫道, 我们不是魂照会的人, 是被他们绑架的好人, 请不要误会。 我们这就离开这里, 不会再来了, 请大仙别再为难我们。 叫声过后, 那片黄雾依旧不散。 我看这些玩意都容易记仇, 就算之前我们没过节, 但刚才三昧真火, 也跟他们结下梁子了。 我不有很头疼, 这些玩意在自己地盘上, 如鱼得水, 通灵术不好使, 道法又灭不了他们。 而刚才从容从明海中逃脱, 这本事, 足够令我们胆寒了, 如果馋下去, 我们肯定没好果子吃。 跟他们费什么话, 直接动手得了。 小滚刀从包里, 拿出三气度, 浑灯点上。 大嘴容捂着下巴刻问, 人家是黄皮子, 又不是鬼。 你拿出破灯笼管个屁用。 小滚刀没好气瞪他一眼, 然后抽出灵关带。 灵关带不管是什么, 全都照打不误。 萧影跟我交流一个眼神, 我们彼此会以于心。 对方按兵不动, 说明对我们也是颇为顾忌。 我们这方还有个死小妞没出阵, 对方还不知道他此刻元气耗尽, 可能以为他躲在暗处等待机会出手。 所以, 趁此机会撤退, 估计他们也不敢过分追逼。 当下我跟大嘴容, 小滚刀和陈寒烟他们使个眼色, 慢慢往黄雾相反方向退走。 随着我们倒退, 眼前的黄雾便跟着慢慢向前推进, 始终保持了原来的距离。 我们也不知道身在何处, 距大陆有多远。 不过要是一直这样僵持下去,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因为此刻离天亮不远了, 太阳一出, 这些死玩意便会回窝。 但我知道, 黄皮子十分凶狠。 天亮之前, 一定会有一波猛烈的强攻, 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撑得住了。 我看了看陶木剑上的上驱邪符, 新说这种符对付一只两只黄皮子管点用, 可是如今, 他们数量不少, 驱邪符使出来如同隔靴搔痒, 起不了大的作用。 于是撤下驱邪符, 换上三昧真火, 还是这种符威力比较大, 刚才就是凭借凶猛的伙事, 将他们驱退的。 大嘴绒拿出了一面镜子, 那不是普通镜子, 是从鬼王墓里拿出来的一件名气, 一直没出手。 这次拿到广东找买家, 结果鉴定出, 是一面古老的照妖镜, 背后驻刻着黑水镜三字, 不但驱邪有神效, 还能克制僵尸, 那是一件大宝贝。 大嘴绒便不卖了, 留着自己用, 在飞机上这小子拿出来, 还跟我炫耀了一番。 小滚刀手上扔着灵关带, 那玩意也是震妖出轨的法宝。 幸亏老何只是捆绑了我们, 没把包拿走。 我们这会儿装备充足, 心里倒是没那么惧怕。 我感觉挺到天亮, 应该不成问题。